已經開始了 真的開始了 開始了 神經病 我看自己的情緒 她在我不知情之下開始了 今天80天 茶由世界 來到第二天 我是Emma 我今天會講 Purification 為什麼你這麼萌 正化精油 這支精油 是一個 Yung Lipping的福房 裡面有 Cetronella Rosemary Lemongrass Tea Tree Labredine 我最喜歡 家裡 鞋櫃 有味道 我最快的是 有時候我老公的鞋 穿完回來 那種味道 我就會滴 滴下去 或者鞋裡面 那種味道 我以前會用 Cotton Buck 棉花 滴兩滴 放在鞋櫃裡面 那種味道 就會不臭 變成Purification 那種味道 裡面有很多Lemongrass 那種味道 我覺得很香 那這個 鞋櫃 還有什麼 雪櫃 有時候雪櫃 以前他們會用很多檸檬的 那我都會用這個Purification 有時候會用來抹雪櫃 即是用水 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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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用什麼 鹽 用來抹雪櫃 有一股很方香的味道 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很 除菌 除臭的精油 而且它可以幫助 家裡的空氣 移除一些你不想要的 不好的東西 例如是mol菌 現在它有時候有些下雨 你家屋會有些陰味 我都很喜歡 Diffuse這個精油 去那種味道 有一個故事 以前我住在沙田 那間屋 到了某一個天氣 天花板某一個位置 變了黑色一疊的Mol菌 因為沙田很濕 自從我在房間那裡 我那一陣子經常Diffuse 我現在看到房間那裡 是沒有了 即是不會再有 轉天氣 即是回臨天黑色一疊的Mol 而且那間房間 如果你長期有些 那些Mol 整間房間是有陰味的 連你的書 那些都會有陰味 那就可以 免除了這件事 另外 還有一個 就是它可以 因為裡面有Citronella 所以它可以是防蚊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它 有些人會喜歡 用來做蚊膏 那我就喜歡直接拿出街 可能是 例如BB的衣服 我直接滴在衣服上面 它會有陰味的防蚊 或者是當你被蚊膏咬完 你都可以即時塗 用來做止痕的效果 後面聽眾有沒有補充 還有呼吸系統 呼吸系統 非常之幫助到 那個例子 就是Maggie會經營更多 她今天呼吸系統 很需要支援 因為她 為什麼下雨 是啊 人家那些風濕 下雨 風濕的人 一到天氣下雨 就會 風濕骨痛 但是 好像重手了 但是事情 我不是風濕骨痛 一到打風下雨 我鼻子就會告訴我 昨晚已經告訴我 今天會下雨 今天會下雨 對 我鼻子就風濕 所以 嘩 很重手 變成要去 diffuse purification 還有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操手袋 很多女士都很喜歡操手袋 是不是 橙色盒 橙色盒的手袋 很麻煩 很難打理 因為橙色盒要發毛 我每年都要花很多時間 拿橙色盒出來 就抽濕 又擦 又擦 又等等 現在自從我把這個 pulification 混了 少少水 噴在表面上 再抽乾它之後 那些盒 已經不會再發毛了 所以我就覺得 pulification很好 另外就是 為什麼可以支援呼吸系統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被鬥 其實有很多毛菌 不只是我們家裡會發毛 就是我們人體也會發毛 其實pulification是非常好的狀況 幫助我們抗到一些 引致我們敏感的菌 所以它會令到我們舒服很多 它也可以令到我們腹部系統 暢順一點 各樣各樣 所以這個blend 就很棒 非常之棒 他那天也有說 他說 當他的鼻子很不舒服 剛才他說鼻鬥的菌 他會滴兩滴 在一張Tissue那裡 你就用口罩戴著 如果你的鼻子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保持著每天早上這樣做 你也可以清除鼻子裡的菌 有什麼呢 差不多了 但精油其實有很多用法 你會問 是diffuser 是茶 就看看你自己 我平時洗衣服 我用了 Yunlingping那一種 我用了洗衣液之外 我都會放一些精油 去增加那些菌的香味 加強抗菌的功效 你可以創作一點 看看他怎樣用都可以 差不多了 今天講Purification 拜拜 拜拜 那邊還是那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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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